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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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您好 我是曹立宗 欢迎收看《空中主日学》 我们这一系列在讲 中心有见识的管家 在这个系列里面 我们没有只是讲 我们在服事上怎么样忠心 我们讲到在很多方面 包括我们的内心 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好的管家 可是今天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讲到管家这一件事 有一段圣经的话 如果您手头没有圣经 我读给您听 在加拉太书 保罗写给加拉太的书信 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 保罗说 我说那承受产业的 虽然是全业的主人 但为孩童的时候 却以奴仆毫无分别 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 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 我们为孩童的时候 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 极致时候满足 神就拆解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叫我们得找儿子的名分 你们既为儿子 神就拆他儿子的灵 进入你们的心 呼叫阿爸父 可见从此以后 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 既是儿子 就靠着神为后事 今天要讲的是 有一天我们都要做全业的主人 这是保罗在这里说的 意思就是说 神一切的产业 我们都要得找 而且 我们不是以仆人的身份得找 是以儿子的身份得找 所以 保罗用了主人这个字来讲 而我们今天 看起来好像还没有这样得找 是因为我们就像 一个大户人家 他的儿子 他虽然有一天要承受整个产业 可是孩童的时候 父亲当然不会把家里的产业交给他 他需要先受装备被训练 而就像一些大户人家 他们会找来师父 来教养他的孩子 那个时代还不是像现在 有这种一般的这种 学校的普及的这种设立 所以有钱人才比较容易这样 有的时候 把孩子送到一个像 中国人过去的一个学堂 私俗 在那边老师来教学 有钱的人家 他们不需要这样 他们可以把老师请到家里来 做家教养 个别的授课 事实上 有可能要成为他们家庭的一份子 长期地待在家里面 称为孩子的师父 整个家也有一个管家 在那里管理 而孩子还小的时候 他虽然是小主人 是这个全业的主人 可是他还小的时候 他必须听师父的话 虽然师父是他父亲聘请来的 他甚至需要听那个管家的话 虽然那个管家 是他们家的仆人 他需要听他的话 如果管家受主人的吩咐 因为那个房间里面 有一个主人所保爱的 一个名贵的花瓶 放在那个地方 管家就有可能要求 那个小主人 你不可以进那个房间 那个小主人 他其实是全业的主人 有一天这个家业都是他的 可是他现在却被要求 不可以进那个房间 保罗用这样的方式 要让我们思想明白 今天我们做神的管家 包括了有一些服饰 包括有时候我们会 需要有一个 一个规条 一些法规 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说 那是神在信心 在真道上面所立的章程 那个章程原来 用的字眼就是管家那个字 那也就是说 好像我们整个信仰 似乎像一个管家一样 管理我们 我们需要学习 遵守圣经的道 在旧约时代 以色列有律法 保罗说 就是借着这些 神想要训练我们 就像那个时候的师父管家 要训练这个小主人 有一天他长大成熟 到了他父亲定规的时候 他就能够 恢复他真正的主人的身份 接手过来 家中的企业各方面 能够管理得好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思想这一件事 神也这样安排 他安排我们今天 需要扶在某一些 像师父管家的手中 可是你一定要知道 那个并不是在永恒里面的 完满的光景 在永恒里面完满的光景 我们是做儿子的 事实上圣经提到 我们是做神的儿女 包括一个很重要的意思 就是我们是神的后世 是要承受产业的 神一切的丰盛 我们要承受 也就是神的家业 是由我们来承受 今天我们好像 还没有那么完满 我们常常拿的是零碎的 我们有时候 为一件事情祷告 神垂听 我们就觉得你兴奋 然后就做见证 你知道 那个就好像 所有产业都是你的 你今天能够 拿到其中一个东西 哇 兴奋得要命 那是好的 这是神安排我们的过程 但是同时你也需要知道 那个并不是至终的目的 我们不是把这些都做得很好 有一天在天堂 我们变成循规道局的人 然后各方面都很完全 可能有的人以为是这样 所以对我们今天 被要求要这样这样那样 想到永恒里面 我们都一直要这样 他们就觉得 永恒好像有点可怕 虽然我们跟人家传福音 就说信耶稣有永生 荣耀的福音 可是自己关起房门来的时候 其实有一时候 有点害怕说 在永恒里面 我们昼夜不停的一直赞美 好可怕 不会无聊吗 不会无趣吗 其实不是 我们今天所做的 这一切的事 都是像师父管家一样 有一天神要我们 进入神儿女 自由的荣耀里面 那个时候所有这些 是我们的产业 我们再也不是带着一种责任 说我要把它怎么样 因为那是我们的产业 我们自然的 学会了怎么经营管理它 这是今天神所设立的 各种师父管家 要帮助我们的事 神所安排的管家 或者师父 包含什么呢 今天让我提到几件事情 给大家做参考 第一 我们出生就有的 就是父母 当然如果一个父母 从孩子生下来就没有担负责任 那是很不幸的事 是小孩 上帝所安排 最一起都 出现在世界上 就应该得到的最好的培育 失去的那个机会 当然有时候神安排 有一些人 有爱心来做这些事 来补足这个 但最理想的状况 当然是父母 所以圣经教导我们 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 也就是这样 今天这个世代 人越来越 不太注意这个 甚至整个社会 都在鼓励小孩 不要这样 只要父母 比较严格一点教育 可能就会有 社工出来干预 我知道了 当然有的时候 无论老师 无论父母 有时候超越他们 应该做的事情 虐待小孩 可是现在因为有这些事 越来越多的 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 我不觉得那是好的现象 因为小孩 受父母的约束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那是上帝安排 像师父跟管家一样 我们认识有一些人 他们走得那么好 他们都会给你做见证 他们从小从他的父亲 或者母亲 得到怎么样的祝福 我听过像台北领养堂 做神株牧师 他讲到他的父亲 你可以感觉到 我没有亲自认识他的父亲 可是你可以感觉到 这个 这么好的一个弟兄 怎么样影响他的后代 很多人都有像这样的经验 身所安排的师父管家 包括了老师 我们再大一点 进了学校 这是另外一个 今天这个世代很糟糕的事 就是人越来越不敬重老师 我想老师也要负责任 现在老师有时候 会出来一些 越来越不像老师的人 但是我相信今天 还是有一些 很好的老师 他们不只是很好的教学 他们本身是很好的榜样 如果您碰到这样的老师 就有福了 我讲一两个故事来 表达这些事 我在这个系列里面 不止一次提到 戴哲生弟兄 创立内地会的戴哲生 有一次我跟大家讲到 他的曾孙女讲的故事 就是戴少征 牧师戴少征院长的一个妹妹 他曾经写过一本小书 提到他们在 日本集中营里面过的生活 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 我也给大家讲过 因为我的牧师荣教士 那个时候正在烟台 宣教士资论学校教书 他也一起被关在集中营里面 而那个集中营 还有另外一个有名的人 关在那里 就是1924年 为英国赢得200公尺跟400公尺 奥运会的金牌的那个 Eric Lidel 就是李爱瑞 因为他后来成为到中国的宣教士 所以他有中文的名字叫李爱瑞 好莱坞把他的故事拍成电影叫火战车 很可惜 只是最后稍微带一笔 说他去中国宣教 其实他去中国宣教以后 仍然是非常精彩的一段故事 他到时候也被关在集中营里面 那这个戴少登牧师的妹妹叫Mary 她叙述用一个 当时只有十岁的小女孩的眼光 叙述在集中营里面的生活 在集中营里面当然缺一缺死 可是那些老师们很想办法帮助孩子 他们后来想到一个办法 增加孩子的钙质 就是把蛋壳磨碎了 给孩子煮成东西给孩子吃 他们把能够拿到的毯子 想办法弄成长裤给男孩子穿 虽然有点简陋 而在集中营里面 当然不是只关他们 还有关别人 在集中营里面为了食物争吵 甚至打架是家常便饭 从来没有发生在 这个宣教师子女学校里面 从来没有 你知道那些老师们 我很能了解 因为我的牧师龙教师就是这样的人 那些老师们 他们在集中营里面 仍然对那些孩子坚持礼节 他说 平常你应该注重的礼节 到了集中营就改变吗 没这一回事 他要求那些孩子们 吃东西不可以狼吞虎咽 嘴里有东西不可以说话 还有窒息在你知道吗 不可以舔你的刀子 平常的生活不要喧哗 尖声喊叫 在饭桌上不要发怨言 尽管那些食物你觉得看起来很可怕 恶心 你也不能这样 那些老师要求那些女孩子 集中营里面的女孩子 坐在饭桌上 应该像白金汉宫那两个公主一样 他讲的就是现在的女王 伊丽莎白 二世跟他的妹妹叫Magarin好像 意思就是说 你有那种公主王子的 尊贵的仪态在那里 你看他们在集中营里面训练这个 如果你想象一下在日本集中营 很不容易的生活 你就了解那是很了不起的事 而且老师们没有荒废他们的学业 在集中营里面每一天都要上课 继续用攻击 想办法拿到各种材料 在那里那个李爱瑞火战车的主角 也帮了很多的忙 他们想办法让孩子继续学习 后来大战结束 这些孩子去参加英国的牛津学历测 有点类似我们现在的学测一样 几乎每一个人都通过考试 而且最后都被牛津承认 事实上他们后来认为 这个烟台这个学校 是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好的英语的学校 那都发生在集中营里面 但愿老师都能够发挥这种功能 你被要求这些 像是一个奴仆一样 在管家师傅的手下 你不能够自由而行 可是这些约束这些要求 至终会为我们里面带来一个大的自由 我所认识经历过这些训练的人 很多到后来 他们能够行事做得非常有分寸 很合一 可是他们没有觉得是很勉强 他们就是很快乐地这样做 而且那个使他们生命变得很自由 欢畅喜乐 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那是因为从小被训练成这样 可是我们今天有的人 太快期待小孩 很快就变成自由 强调他们的人权 可是事实上使他们更痛苦 因为长大以后 他们生命当中还要遇见许多的事 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去面对它 你应该从小给他们这样的训练 神安排的就是你小时候 要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 老师是其中一个 父母也是 另外环境是另外一个 神安排 要成为我们的管家跟师父的 我知道有的时候 有些环境很不理想 而且有些环境看起来 是由别人的错误造成的 无论是那些政治人物 或者是一个公司里面管理阶层 或者在学校里面那些老师校长们 甚至在一个家庭里面 你的配偶 或者是有各种情况里面 我们的环境有时候会觉得 不是那么理想 我不是说我们全部都要逆来顺受 人想要改变环境 这是一个好的动机 把它变得更好 可是我相信神喜欢我们学习这个功课 就是在我们想要改变环境之前 你优先先想一件事 在这个环境里面 你不要发怨言 不要抱怨 在那里有你可以学习的功课 我们不知道吗 神是可以安排一个 完全顺利的环境给我们 他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 让我遇见很有挫折 很不顺遂的环境呢 有他的美意 学习在一个环境里面伟生 是很好的事 无论那个环境是什么 比方婚姻 人家说约翰卫斯里的妻子 是真的像母老虎一样 因为有一次有一个童工 偶然进了他的家 发现约翰卫斯里正躺在地上 然后头发很杂乱 他的妻子插着腰站在一旁 手上握了一束头发 现在刚刚把他抓的头发 在地上脱形 而且拽下一些头发 当然写他的故事 也有人同情他的妻子 因为约翰卫斯里有一些做法 可能不是很完全 他做那种工作 我常常有姊妹们爱慕他 会给他写有点肉麻的信 可是他让他的妻子处理那些信 我也不去处理 他的妻子当然不高兴 可是有人这样讲 我觉得也有一点道理 约翰卫斯里如果不是 因为有这样的家庭 他可能不会更专心的 在主的事工上做得那么好 所以尽管那不是一个 很好的榜样 理想的家庭 可是在那种环境里面 你仍然可以做得好 有另外一些人 他们有更好的家庭 像马丁路德 他们也借着那些 能够走得好 试试看学习明白 不论临到我们什么事 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祝福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第三章二十一二十二节这样讲 如果你没有圣经 我读给您听 那里保罗讲了一个 更包含广泛的话 他说 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 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 都是你们的 那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在那里分 我是属亚波罗 我是属保罗的 他说其实这些都是你们的 你不是属他的 他们是属你的 也就是这些都能够带给你祝福的 他说或世界 或生或死 或现今的事 或将来的事 全是你们的 所以所有的这些事 都是我们的 生是我们的 为我们效力 死也为我们效力 世界上的事为我们效力 现今的事 将来的事 无论是什么事 都是我们的 都可以为我们效力 但因为我们认识这些事 环境是神另外一个 训练我们的地方 做我们的师傅和管家 另外一个师傅和管家 是我们自己要做的 就是自律 你给自己规矩 你知道 你想到别人给你的规矩 有时候会觉得受束缚 可是你知道应该怎么做 给自己规矩 会不一样 你自己甘愿这样做 你就会做得更好 一向都是甘心做的事 会做得更好 比方在生活中学习礼节 这是很重要的事 礼貌是另外一个 很好的规范 这个规范 会塑造我们的整个的生命 使我们能够更长大成熟 在这一方面 我特别觉得 我们东方人应该 多学习西方人 不是因为西方人比较好 而是因为他们基督教的文化 即使他们当中已经有很多人 根本失去那个信仰 可是他们还是有那个背景 他们的礼貌会比较 关照到别人这些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留意这些事 你有没有曾经排队的时候 感觉到后面的人离你那么近 他的气都呼在你身上 还不止这样 如果他们一直在讲话 可能口水什么都喷在你身上 你不舒服对不对 可是有时候我们自己 对待前面的人 也是这样对待的 要留意这些事 我们在教委里面爱宴 我发现有些弟兄姊妹 他们吃过一碗以后 要再去盛菜 他们把碗就放在菜锅上面 盛的时候 有一些东西滴下来 好像被洗他的碗一样 看起来好恐怖 我们就特别请人 在旁边一个盘子 教导他们说 你要拿到外面来盛 滴一点在下面 滴到外面 不会滴在锅子里面 这是平常我们就应该留意的事情 在路上碰到另外一个人 不要跟着他那么近 这样擦身来过吗 稍微留一点距离 让人家觉得你没有侵犯到别人 这些都是普通的礼貌 有一些大企业家 他们特别抱怨他们的一些员工 没有这种礼貌 有一位副总经理 庄先生 他就抱怨说 有些年轻人 连这个基本礼貌都不懂 有时候坐他的车 就坐到大啦啦坐到后座去了 好像把他当司机一样 有的人到现在还不知道 你平常坐人家的车 如果只有你一个 你应该坐在前座 不是把他当 只是当司机去坐在后座 其实有的人 他们以为坐在后座 比较有礼貌 因为他们没有学过这个 如果你不知道 对方什么态度 至少你可以问说 我应该坐在哪里 您可以这样试试看 保罗在讲这些话的时候 他其实是在讲到 犹太人他们原来有律法 他说律法就像那些 师父管家给你的规范 到有一天福音来到了 我们就好像长大成人 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得到自由 可是其实我们 已经成为基督徒以后 你就会发现 有的时候我们 还是要有这些规范 因为我们还不止 完全长大成熟 对于我们所谓外邦人 不是犹太人 我们没有律法的人 我想我们从小 也都有一些规范 比方 古代可能清朝的时候 就有一份东西 叫地址规 您听过吗 那是从《学儿篇》来的 《学儿篇》的第六条 那里有一段话 我们小时候都会背的 就是地址入而孝 出则替 锦而信 犯爱重而亲人 行有余力 则以学问 那这个地址规 就从这一段话 一个字一个字 或者一个词一个词 加上一个诠释 其中他把锦而信 那个锦光锦 他提到四件事 叫勿建玉 勿搏矣 勿积聚 勿摇臂 什么叫摇臂 就是有人一坐下去 腿就一直这样摇 一直这样抖 教导我们不要这样 勿积聚意思说 你不要坐没有坐相 坐在那里 好像把脚这样曲起来 其实现代人的要求 跟那个时代不一样 勿搏矣 意思说你站得出来要站相 不要站那种三七步的样子 不过这个也是现代人 都很自然这样站 勿建玉的意思就是 不要踏在门槛上面 我提这一件来做例子 我从小就被教导 不要踏在门槛上 可能也加上一点 迷信的东西在那里 可是 当然我们长大以后 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这样 可是那个东西 到现在还在我里面 我如果经过一个门槛 我能够的话 我尽量不要踏在上面 我真的踏在上面 我也不会就觉得不对 可是过去的那个教导 让我有一个敬畏的心 对有一些法则 有一个敬畏的心 我觉得那是很好的事 所以我用这个来说明 就是借着师傅和管家 给你的规条要求 你会塑造一些 是里面的东西 那个才是要保留的 想来看有一天 那个小主人长大了 管家成为仆人 他不再需要受管家的约束 他会不会成年那一天 很高兴就进那个房间 以前管家不让他进去的 拿起那个花瓶来 就把他摔碎 他们不会 因为那时候已经是他们的产业 但自然不需要约束 他也会做得合适 那就是神想要我们做的事 现在扶在师傅管家的手下 有一天成为全野的主人 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信息 愿上帝赐福您 我们下一次再会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踏避江湖的岛就是我们 我们一条心踏着道路 因为学会必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必处于耶路撒冷